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凤凰大健康 带给你多元化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 竟然隐藏一种神秘的疾病 其实蒙娜丽莎最神秘的 就是她的微笑 好像是一种思笑非笑的感觉 她的发际线是比较靠厚的 头发比较细疏 部分表情也不对称 她亲自解剖了30多区 各个年龄段的男师女师 世界首富其实就是死于这种疾病 蒙娜丽莎的微笑里面 到底隐藏了怎么样的秘密呢 凤凰大健康 力邀内尊密领域权威专家 为您深度揭秘 蒙娜丽莎微笑背后的神秘疾病 凤凰大健康 用多元化的视角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利 凤凰大健康 由鲁南制药启达利 金房颗粒 致名赞助播出 启达利 四季感冒 守护全家 随着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 卢浮宫也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焦点 而卢浮宫的镇管之宝蒙娜丽莎 却在不久前刚刚遭到袭击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 有两名女性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向蒙娜丽莎泼洒罐状番茄汤 这已经不是蒙娜丽莎第一次受到袭击 不过好在蒙娜丽莎画作 一直被保护在钢化玻璃罩内 这次的袭击行为 并没有对画作本身造成任何损坏 今天凤凰大健康就将把目光聚焦在这幅名画中 让我们一起来探寻隐藏在蒙娜丽莎笑容背后的疾病谜团 蒙娜丽莎作为达芬奇的巅峰之作 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她的微笑 然而这个微笑却也让人十分困惑 有人说你不管从什么角度看 蒙娜丽莎都在笑 但是每一个笑容给人的感觉又都是不一样的 有人认为她的微笑和视觉有关 更有人说蒙娜丽莎根本就没有笑 近几年来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 试图用物理的、化学的、医学的、心理学的理论 来探索她的奥秘 在这幅名画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达芬奇医学密码 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专家马上揭秘 蒙娜丽莎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 每年来到卢浮宫 鉴赏蒙娜丽莎的人要超过600万人 那么蒙娜丽莎这幅画的魅力不仅仅在绘画的本身 它背后似乎永远都有新的发现 这其中就有医学相关的秘密 是的 达芬奇不仅仅是画家 他对很多领域都有卓越的研究 尤其对人体、生命有开窗性研究 1510年左右 达芬奇就对胎儿在子宫中的运动进行了研究 并描绘了许多胎儿在不同运气中 滋舍和动作的草图 没错 实际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发现达芬奇对人体骨骼的研究 不仅深入而且还精细 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医学和生物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以达芬奇发现了血液的功能 他认为血液对人体来说 它起到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 并认为血液是在不断地循环的 咱们的印象中达芬奇是个画家 因为他的画最有名 但是实际上来讲 他甚至是对医学的研究也很深入 是的 他亲自解剖了三十多具各个年龄段的男师女师 受惠了超过两百篇解剖图作品 你会发现达芬奇的图和病理学家描述的气面图是文权一样的 他的研究发现云仙所处时代三百年 达芬奇的画作展示了他对生理学 生物学解剖学等等深入的理解 这其中大家熟知的蒙娜丽莎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疾病的警示 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心脏和血管中心医学主任梅拉 在《梅奥诊所学报》杂志上 发表了她对于蒙娜丽莎患病的看法 梅拉说 蒙娜丽莎患有一种至今仍然很常见 而且相当容易治疗的疾病 而且这种疾病的诊断 恰好可以解释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 无独有偶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医学专家 巴勒默大学的病理解剖学教授表示 蒙娜丽莎实际上一直在忍受着一系列身体上的痛苦 在画中发现的相关证据能证明她的论断 蒙娜丽莎究竟患上了哪种疾病 她的微笑背后竟然隐藏着饱受疾病困扰的真相 百分之百的人都知道蒙娜丽莎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可能不知道蒙娜丽莎隐藏着一种疾病 如果是从医学的角度去看这幅画 那我是作为一个内分泌科医生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幅画呢它有几大特点 同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它的放大的那个图像 在它的这个左上眼瞼 它内置的地方有一个小的隆起 我们现在猜测呀 很可能它就是一个黄色瘤 因为黄色瘤其实大多数激发一些疾病 那它的这种特点 其实如果我们给它集中到现在人的身上来看的话 可我们内分泌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蒙娜丽莎究竟患上了什么样的神秘疾病呢 要想揭开蒙娜丽莎身上的疾病谜团 我们首先要分析蒙娜丽莎所处时代和环境 来对比现代的环境 从中发现端倪 那蒙娜丽莎到底是谁 她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个有很大的争议 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蒙娜丽莎名叫卡塔利娜斯福尔扎 女孩的出身并不光彩 是米兰公爵的私生女 第二个说法是 她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最后一个说法 就是蒙娜丽莎是一位意大利商人的妻子 丽莎格拉丁 那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一本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古书 揭开了这个困扰世人的谜团 蒙娜丽莎的原型究竟是谁 这个谜团已经困扰了学者们好几个世纪 但是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发现 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一份 来自达芬奇之交好友的手稿 其实早就记录下了蒙娜丽莎的原型 这本16世纪的古书的边缘空白处 写有日期为1503年10月的笔记 笔记的内容显示 丽莎格拉迪尼就是蒙娜丽莎的原型 而她的丈夫德尔吉奥孔多 极可能亲自委托了达芬奇为妻子画像 写下这些 是佛罗伦萨的奥古斯普奇 她是达芬奇之一 她也是唯一一位 为丽莎格拉迪尼 这样的人 鉴于艺术史业 以前已将蒙娜丽莎的创作时间 从创作时间上来看 说法基本吻合 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推荐到 蒙娜丽莎的疾病谜团 能否真的能找到 她死亡后的这种研究呢 意大利艺术师 她揭秘达芬奇模特的真实 帕兰蒂 经30年 被认 丽莎格拉迪尼 与 在佛罗伦萨去世 在 圣奥索拉修道院的墓园 经过几百年的岁月洗礼 这 所以不复存在 帕兰蒂 在这座修道院里 丽莎 并成为了一名修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里 税务警察队的宿舍区 前开发商在那片地下停车场时 将当地 同地基一起挖走 当地基地基地道 压根不知道 圣奥 是蒙娜丽莎的原型 丽莎 在修建地下停车 修道院的地基和包括 在内的众多古代墓穴 水谷都被挖出来 这些 和碎石残骸 全都 被堵住垃圾 抛弃在了佛罗伦 垃圾厂里 如今不知 在2011年 意大利国 遗产保护委员会主席 文斯蒂 借助现代的 再次勘测了圣奥索 发现 这件事或许 他在使用探地雷达扫描 圣奥索拉修道院的教堂下方 一个地下室 蒙娜丽莎的原理 丽莎格拉迪尼的遗骸 并 乱葬岗 而是很可能 如果能够找到他的遗骸 就能够利用放射性探 DNA分析和法医 的脸部 看看他的脸 是 卢浮宫博物馆的 蒙娜丽莎 但是至今 意大利科学家 的观结果 我们也无从得 她是否带有这种神秘疾病 看来我们无法通过 蒙娜丽莎 研究她的疾病问题了 那我们 我们初步判断 蒙娜丽莎的原形是 一位丝绸伤人的 出生于1479年 16岁 伤人 达文奇在16世纪初 当时他刚刚分辨 世纪的意大利 是否就隐藏着 患神秘疾病的原因呢 不仅在 究竟是哪种神秘疾病呢 从16世纪一直蔓延到现在 让我们再次仔细地 端详摩娜丽莎的这幅画 摩娜丽莎的微笑里面 到底隐藏了 怎么样的秘密呢 我觉得这幅画呢 它有几大特点 一个呢 我们会看到 它的发际线是比较靠后的 头发比较稀疏 然后我们会看到 它的这个眉毛和睫毛 是没有的 摩娜丽莎没有眉毛 也没有睫毛 发际线也很靠后 这是不是疾病特征呢 2007年的时候 法国工程师帕斯卡尔·科特宣布 对蒙娜丽莎这幅画作 进行了超高分辨率扫描 结果表明 蒙娜丽莎最开始画出来的时候 是有眉毛和睫毛的 而且还挺清楚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它们逐渐消失了 可能是由于过度的清洁 但是眉毛和睫毛 是第一个被清洁掉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 蒙娜丽莎最开始被创作出来的时候 眉毛和睫毛就都很稀疏呢 这个发际线靠后 眉毛稀疏 到底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两点 其实是可能是这种高发疾病 它可能具有的特征 但是呢 必须得它进展到一个严重程度 才会出现的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蒙娜丽莎 她前面提到是刚刚分娩之后 请达芬奇来画了这幅画 现在也是很多分娩后的女性 也会出现一个类似的现象 只是没有蒙娜丽莎 这么明显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就推测 会不会她本身实际上 就有这种疾病 只不过在分娩的过程中 加重了她的这个表现而已 这好像经常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高血压 会出现认高症等等一些问题 那么多利亚 对于蒙娜丽莎 你还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吗 我还观察到了一个现象 蒙娜丽莎的脸部 颈部和双手 好像不仅仅是胖 而是有一些浮肿的感觉 这个确实看着像有点浮肿 浮肿经常会和心血管疾病 肾脏疾病相关 如果存在这种血脂异常 可能会导致头外吸疏 手部 面部 肿胀的一些现象 比如常见的我们的心衰 它也可以出现浮肿 但是在16世纪 如果说在那种医疗条件下 不发达的情况下 它有这种出现浮肿的 出现这种严重心衰的情况 它可能很难活到63岁 而且很有可能 它在分娩的过程中就去世了 而当时蒙娜丽莎 它是处于一个分娩后的状态 所以蒙娜丽莎 应该和心血管疾病 它的那种状态 应该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对 应该不是心血管疾病 如果到了心血管疾病 引起心衰 导致浮肿的状态 那基本上就是 它最后的一项了 实际上你看 它不是说分娩后画像吗 其实还挺 叫安详也好 没有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 其实蒙娜丽莎最神秘的 就是她的微笑了 好像是一种 思笑非笑的感觉 她的神秘微笑 跟疾病有关吗 蒙娜丽莎的笑 确实有点奇怪 难道面部的表情 能够透露出这种神秘的疾病 到底是什么吗 为什么蒙娜丽莎的笑容 她不能完全的 这种展颜的微笑 或者说她的部分表情 也不对称 原因可能和这种疾病 是有关系的 因为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 往往她会有情绪低落 有些沮丧的情绪 而且她由于这种 粘液性的水肿 她可能面部的肌肉 也会有这种 肿胀无力的情况 所以才会导致 她不能这样的展颜微笑 所以可能恰恰也 由于这种疾病 她带来的这种 面部肌肉的这种变化 才导致她的微笑 是不是有这种 神秘的色彩在里面 层次感很丰富 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蒙娜丽莎 这么多的疾病的特征 但是这种困扰 她的神秘疾病 到底是什么呢 想要知道 蒙娜丽莎的神秘疾病 到底是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 从蒙娜丽莎 当时的饮食入手 在我看来 这种神秘疾病 或许和16世纪 以及我们现代 意大利的这种饮食 还是有一定 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饮食模式 其实早就预示了 蒙娜丽莎的命运 16世纪 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期 这个时候 意大利三分之二的菜谱 还有明显的东方痕迹 但是他们更喜欢用香料 同时 香料和社会地位密不可分 饮食中包含的香料种类越多 说明社会地位就越高 另外 当时人们的饮食 多以素食为主 包括骨类 根筋类蔬菜和豆类等 饮食其实并不均衡 意大利人 就以爱吃蔬菜而闻名欧洲 在意大利的菜谱里 也随处可见卷心菜 南瓜 生菜 蚕豆 豌豆和茴香等蔬菜的身影 这种饮食大量食用香料和蔬菜 是否就是蒙娜丽莎患上神秘疾病的原因呢 据我所知 16世纪初 意大利 蒙娜丽莎时期的三餐中 应该含有大量的香料 并且以素食为主 挺健康的嘛 那么有这两点呢 是否和他患上神秘疾病有关系呢 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这种他的饮食模式 在我们现在其实也非常常见 因为我们很多减肥的人 也会去选择这种素食啊 或者这种弹性素食的饮食模式 他也只是大量的去吃一些蔬菜啊 再用一些调味料做调味 然后这种的饮食方式 确实有可能会让我们现在的人 去患上和蒙娜丽莎一样的疾病 那蒙娜丽莎的这个神秘疾病 到底是什么呢 它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蒙娜丽莎竟然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通过调查发现 2018年在梅奥医学进展 就有一篇学术论文 来描述蒙娜丽莎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关系 另外凤凰大健康医学组 对文艺复兴时期 其他绘画大师画作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也间接性支持了这一理论 达芬奇同时代的一些画家 如卡拉瓦乔或拉斐尔 他们约有三分之一的画作中 都描绘了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 所以16世纪的意大利的饮食 是因为缺乏了点元素 导致了蒙娜丽莎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减退 也就是假减 从而在画作上表现出这种头发稀疏 手部面部和颈部的这种肿胀的出现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点它的这个元素是我们甲状腺激素 合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 那如果点缺乏肯定就会出现 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不足 那我们点从哪来 主要从我们的饮食中 包括含点盐的摄入 那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饮食中 海产品它点的含量是最高的 比如说我们的海带紫菜 它的100克的话 它含有点的这个量 能够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微克 所以它的含点是最多的 比如说虾米啊蟹类的这些 那它又下了一个等级 可能有几十到几百 但是我们像蔬菜和穀物 实际上含有点的量是非常少的 它是个位数 那有些蔬菜甚至于不到1微克 100克 那有的甚至于都凑不出 那如果说在这种饮食结构里面 主要还都摄入的是这种蔬菜 再有一些穀物的话 那它点的摄入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它原料就不够 所以甲状腺激素合成就不足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甲状腺功能减退 那就会出现一个整体的 全身代性减慢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腹肿啊 然后皮肤的干燥泛黄啊 甚至于出现体重增加的一个情况 大健康医学组发现 有一种菜市场常见的食物 可能就是让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的 元凶之一 想要抓到这个罪魁祸首 大家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凤凰大健康的公众号查看 这个其实现在这些人吃素食啊 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 就是咱们现在的眼里面都是点眼 所以说它很少缺乏这种甲状腺素 因为像我们现在全面加点之后 像我们如果说按一天五克盐的摄入量的话 那我们大概通过食盐里面 给我们提供的点的量 大概能达到每天一百微克 这是足够了是吧 实际上我们一般按成人来说 它达到一个一百二十微克就够了 那如果食盐里面就能提供一百微克 我们再来自于食物中或饮水中 那再有二十微克的一个点 就能满足我们成人 每天一百二十微克的一个点的摄入 随便吃两个虾米就够了 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点盐应用 确实很少听到关于因为点的缺乏 导致这一类的疾病的出现 这个在咱们建国初期 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 这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 还有国家食品提高了之后 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1985年的时候 我们才提出全面加点的政策 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很多那种 所谓的大脖子病 就地方性残弱性肿 还有小孩里面的那种呆小病 就是客厅病是非常多的 那然后85年之后就全面加点 2015年我们又开始实行了那种 叫分区补点的政策 水点里面含量比较多的这些地区 它可能加点量就少 所以它的点量就不是一刀切了 你的甲状腺还好吗 有时候甲状腺的问题 早就在体检报告上体现出来了 只不过你根本没有发现 凤凰大健康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团队 手把手教你看懂体检报告的方法 想要了解具体方法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鲁男之药 启达利凤凰明医课中查看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进展 其实是很慢的 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症状会越来越明显 那甲状腺功能减退 常常发生在25到40岁之间的 女性患者身上 其实也符合 蒙娜丽莎原型的一个真实年龄 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 会渐渐出现这些症状 比如像睡眠困难 体温调节的困难 情绪郁郁 难以思考 直到后来变得久坐不动 无法锻炼 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生命 但这是一个很长时间 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 因此蒙娜丽莎的原型 活到了63岁 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63岁已经属于 非常长寿的人了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显示 文艺父亲时期 整个欧洲的人群的平均寿命 只有35岁 实际他明明患的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假减 但是为什么他的寿命 比当时的平均寿命要多出将近一倍呢 赛翁失马 胭脂非腐 想要破解这个谜团 我们或许可以从 现代的百岁老人的身体中 找到隐藏的答案 1958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 经过60多年的随访发现 80多岁的受试者体内 有一种激素的平均水平 显著高于70多岁的受试者 这种激素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兴趣 它究竟是不是一种长寿激素 它越高 是否就意味着你越长寿 科学家对此展开了详细的长期的调查 直到51年后 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再次引爆医学界 2009年 美国的科学家对阿什肯纳兹 犹太百岁老人进行研究后发现 百岁老人的这种激素的水平 较年轻对照人群显著偏高 更有趣的是 百岁老人后代这种激素的水平 又比同龄非常寿老人的后代更高 这不仅说明了这种激素确实和长寿相关 也说明你的长寿基因真的能遗传 而且这并不是美国的偶然现象 2010年 一向纳入荷兰莱顿421个长寿家族中的859名 平均年龄在92.9岁的老人的研究显示 父母长寿的九寻老人 这种激素的浓度都偏高 这种和长寿有关的激素到底是什么 蒙娜丽莎的寿命超过了当时平均寿命的一倍 这是否和她有关呢 一种激素的高低竟然能够决定寿命的长短 但是蒙娜丽莎的遗孩DNA其实都没有找到 我们怎么知道这种激素在蒙娜丽莎体内 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这种激素跟蒙娜丽莎的甲碱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说是塞翁是吧胭脂肺腑 没错 其实素甲乳腺激素的水平 或许和这些人群的长寿是有一些关系的 我们当有甲乳腺功能减退的时候 它会引起我们甲乳腺激素的合成分泌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垂体立马就会有所察觉 我们的下串脑就会帮助我们去分泌更多的 这种醋甲乳腺激素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甲乳腺激素的一个产量 来维持我们血中甲乳腺激素的一个正常水平 就是甲碱了之后 分泌的这个醋甲乳腺素会导致我们相对的长寿 实际上从前面提到的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高龄的这些长寿的老年人中 他的这种醋甲乳腺激素的水平 其实是相对于我们年轻人是高的一个水平的 我有一个疑惑 难道说为了长寿甲碱我们就放任不管了吗 我这里有一份研究 甲碱的人尤其是年龄小于70岁的女性和大于70岁的男性 他们得帕金森病的风险更高 而且甲碱还会增加冠心病心包肌液的风险 如果一个老年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TSH水平的升高 但是其他的生理指标就正常 那么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一定是有问题 那随着年龄的老化 实际上他这个TSH的水平就是会比我们年轻状态上会有所增高的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去甄别好的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这个值就增高了 我们就去过度的治疗 实际上过度的治疗反而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他会出现可能心脏的防颤 甚至于可能心衰 包括老年人的骨疏松骨折的风险都会增高 可能甚至于会影响他的日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来说 我们对于他的这个TSH的水平 就是粗甲热性激素的水平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种亚临床夹减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的甲热性激素水平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只是粗甲热性激素水平增高 那这种粗膏呢一般是分中两种状态的 一种呢就是他的这个TSH大于10 认为是一个重度的亚临床夹减 那如果它小于10 如果它具备了以下几种情况 比如说它有一些乏力呀 怕冷啊 大病肝甚至于肿啊 这些症状 那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叫过氧化物酶抗体是阳性 那或者它有血脂的异常 或者有动脉症硬化 那有具体状态中的一个虽然是小于10的 但可以启用治疗 但如果都不具备 那对于一般的成人来说 我们即便它是一个亚临床夹减状态 是轻度的 小于10我们也是可以不治疗的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来说 我们即便要给予治疗 它的目标值要宽泛 那对于这种轻度的亚临床夹减 它只是小于10的一个状态 那总体的观点还是认为可以观察的 可以不予治疗 它万一如果是人家70多岁 本来人家TSH高 是预示一个很长寿的表现 咱们之来之去 会不会把这寿命减短了呢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老年人的 总体观念是宽泛的 除非有一些特殊情况 它需要治疗 那就个体化地去判断就是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任何基础疾病 也没有异常的表现 只是粗物甲状腺急速 也就是TSH增高 那么基本上是不需要担心 自己的身体出状况 反而是可能说明你会更长寿 看来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个体情况 如果拿莫娜丽莎举例的话 它患上的甲减的原因 可能就是缺点 如果想要纠正 其实补充一点点元素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真的会因为这种缺点而患上甲减吗 现在来说我们已经全民甲减 不存在由于缺点 造成的严重的这种甲状腺疾病 所以到现今我们承认甲减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第一大原因应该是 我们自身免疫原因造成的 那就这种慢性 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也称之一条本病 那第二大原因可能就是 由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各种手术 无论是你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甲状腺手术 造成的甲减 那第三大原因可能就是 由于甲抗 他做了点131的治疗 一个放射点治疗造成的甲减 所以现在的甲减的这个病因来说 它并不单纯就是由于缺点 造成的这种甲减了 它可能更多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如何判断自己的甲状腺是否健康 除了蒙娜丽莎的一系列表现 还有很多表现 都提示你的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 或节节风险正在升高 尤其是30岁到50岁之间的人 更容易被甲状腺疾病盯上 想要知道自己的甲状腺结节是否危险 自己的亚健康表现 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疾病的隐秘信号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凤凰大健康APP 获取完整的甲状腺疾病 自测指南和筛查方案 名画中其实隐藏着非常多的疾病 这诞生了一个专业的词汇 叫做肖像诊断学 也就是从这些肖像中 看出它们的疾病问题 很多名画都在提示疾病 确实是 据说意大利艺术家 Rafael Lossanti的福尔纳瑞娜 比利时艺术家 Peter Paul Rubens的 《梅慧三女神》等世界名画中 出现的女性人物 都显示出现了乳腺癌迹象 那么除了提示癌症的话以外 还有两幅画 引起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的 高度关注 因为它的不寻常 提示了一种更加高法 并且带给人无限痛苦的疾病 您是否可以看出来 这两幅画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健康真相呢 圣母玛利亚的《婚礼》和西斯金圣母 都是一处复兴时期 号称文艺复兴三节的画家拉菲尔的著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异常 它们的脚趾和手指的数量 竟然都有六个 既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 当时人们正在强调人的特性 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现实生活的悲观绝望的态度 那么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 而这些倾向是与天主教的这种主张相违背的 所以这是否是为了人们主张人性 刻意抹黑呢 画作中的主人公都是圣母或者教皇 在文艺复兴时期 以教皇伪中心的天主教 一直都有思想领域的绝对通知顶位 而且文艺复兴时期 所有的画作都强调写实 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会为了抹黑别人 而毁掉自己的画作 听说那个时代 这个教皇的权力比国王的还要大是吗 那是 对对他们就手里有权力 你这问的好像多利亚就在那个时代主持 他是欧洲人 他是很了解那个时代 可能很多人看到六个手指或者脚指 都会想到一个疾病 六指畸形 实际上这种疾病到现在还存在 在巴西有个文明当地的达西尔瓦家族 因为遗传的原因 家族中15个成员都是六指 他们六指的非常彻底 双手双脚都是六指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两幅画作会发现 教皇的第六根手指和脚指 看起来和这个六指畸形家族的手指和脚指还不完全一样 而且教皇和圣母并没有血缘关系 六指畸形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概率真的太低了 不是六指畸形 教皇和圣母患上的究竟是什么疾病呢 如果说教皇真的是六指畸形 那他的这个六根脚指或者手指 其实都应该是分得很开的 并且应该都可以去灵活地弯曲 但是我们从画中其实可以看出来 似乎他们这个第六个手指或脚指 和旁边的手指和脚指其实连得非常的紧密 并没有分得那么开 甚至如果你不仔细看 你就会认为他们是就是一根 只不过是有点肿胀罢了 大家是有思路了 其实教皇并不是六指畸形 而是患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 我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非常常见的一种隐秘的疾病 而且从公元34年到2005年呢 前前后会有25位教皇 都曾经饱受这种神秘疾病的一个折磨 到底是什么样的隐秘的疾病 让教皇的手指和脚指变成了 这个样子呢 想要揭晓教皇的神秘疾病 我们还可以从文艺复兴时的饮食中寻找答案 那么有一种饮品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北欧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呢 每个人日均消耗三身 甚至引得神圣罗马帝国教会斯多 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颁布了禁令 这种饮品就是酒 中世纪的欧洲人几乎不喝水 只喝酒 为什么 因为水太脏了 而酒精有杀菌作用 并且保存时间较长 不易腐坏 可谓是疫情严重的中世纪民众的不二选择 在当时的欧洲 最流行的饮料就是葡萄酒 啤酒等酒精饮料 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 每个人日均消耗三公升的酒 当时的酒价也很便宜 花上0.5到一便室 就可以喝上一杯 大概半升的葡萄酒 而啤酒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饮品 常常被当作报酬支付给工人们 欧洲人早餐时习惯喝啤酒 中午喝麦酒 晚餐则喝更强烈的黑麦酒 当然在这两餐之间 也会随意喝个几杯 所以在当时 几乎整个欧洲都处在一种醉醺醺的状态中 当时德国作为统计 当时他们的水是非常的脏的 因为他们城市没有这个主要的下水管道 真的是这样 他们这个万道垃圾等等 这些很脏的这个习惯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们的水源是很有问题 但是啤酒等等一些酒水 它是蒸馏过的水 所以是相对干净的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不是说我就爱喝酒 啤酒反而比水干净 实际现在的不是也有世界上某些局部地区 由于饮水质量不好 当地人更多的愿意去喝一些饮料 那种饮料相对比水要更干净 但同样会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看来这个水的卫生 食物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欧洲几次这个瘟疫 比如说黑死病等等 都是由于这个卫生原因造成的 是的 即使是在欧洲实际人人都在喝酒 教皇喝的酒和普通人喝的酒 有什么区别吗 特供吗 欧洲中世纪 葡萄酒的发展 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其在宗教中的地位 主教在做弥撒的时候 葡萄酒也会出现在弥撒过程中 代表耶稣的学业 然而对于做弥撒的葡萄酒 教会法典和礼仪都会相关规定 把酒当水喝 教皇也不例外 这就是破解教皇六指的线索 那这种肿胀的手指和脚指 更高度数的这种葡萄酒 我们已经破解了教皇的隐秘疾病 那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 这是贵族才会得的一种疾病 那当年的世界首富 其实就是死于这种疾病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首富 科西默 美帝奇就死于这种疾病 科西默是个银行家 极其有钱 不但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非常重要的资助者 也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不过有钱就能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这对科西默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在科西默的晚年 因为这种疾病的折磨 他已经不能自己行走了 只能躺在床上 让别人抬着他 穿过佛罗伦萨的大街 1464年 科西默去世 短短几年后 他的大儿子皮耶罗也因为相同的疾病离开了人世 并且因为这种疾病 皮耶罗甚至得到了一个 比自己名字更响亮的世界文明的绰号 生病的皮耶罗 这种席卷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富人圈的疾病究竟是什么 能够让人的手指肿胀 并且还发生在小拇指和这个小脚趾的末端 大家猜到了没有 那这种击溃了25位教皇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首富的疾病 其实就是痛风 教皇脚趾和手指 它的那种异常肿胀 其实就是因为痛风导致了一个痛风时 痛风可以说是许多王室贵族的痛 当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让人们很容易患上痛风 尤其是贵族结蹭奢靡的生活 痛风即使是在现代 也是困扰大家的疾病 甚至有新闻报道 00后都有人中招 那么00后很少大量喝酒 为啥他们也开始被这种痛风折磨了呢 就是00后中招 其实可能跟饮食习惯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们常喝的就是两大类饮料 主要是这种果汁 果茶和奶茶 其实就容易诱发痛风 果茶和奶茶当中的这种果糖和酒精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都含有飘零比较高 都会影响我们尿酸的一个代谢 会增加血尿酸的一个含量 因而也就长期的影响就会诱发痛风 所以我们老在那说什么管住嘴迈开腿 这个治疗痛风是会有一定的 是的 其实对于痛风的管理 其实在早期它今天是高酸酸血症 然后逐渐进染痛风的 所以在早期觉得我们像和糖尿病的管理原则 是一样的 都要多运动 都要控制好你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是很重要的 而且其实这个痛风 它不是说因为这个痛风时痛 最后导致这些人死亡 实际上痛风这个高酸酸血症 它是很多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 对的 比如说心血管疾病 所以它们很多是 由于这个痛风导致这个高酸酸 导致之后死于其他疾病 是的 就是其实高酸酸的危害 并不是在于它本身说高一点 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关节 肾脏 心脚血管 甚至于对我们的代谢 就是糖尿病的发生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因此它也会导致 痛风导致的一个肾脏损害 最终你可能死于慢轻生功能不全 对吧 也可能是由于心脏的问题 出现严重的后果 所以高酸酸血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特别要关注的 除了果茶 奶茶和酒精 还有一种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是隐藏的生尿酸和诱发痛风的食物 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且天天都在吃 想要了解这种隐藏的生尿酸 诱发痛风的食物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凤凰大健康的公众号查看 果汁不能喝 是不是水果也不能吃了呢 我看到好多网络文章都说 水果中的果糖在代谢过程中 会经过肠道 最终被代谢成为尿酸 不仅如此 果糖还会减少尿酸的排泄 导致尿酸排出不畅 因此摄入过多的高糖水果 比如香蕉还有葡萄 就可能导致痛风 是的 水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总不能让痛风的患者 这辈子都不吃水果了吧 谁别以为痛风是 什么水果都不能吃 其实有一种水果 恰恰是痛风的可行 并不是不能吃水果 尽量选择这种含果糖 相对低的水果 是比较推荐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樱桃 还有我们的草莓 其实果糖的含量相对是低的 我们就以樱桃为例 它可以有效地去降低 尿酸的水平 并且可以降低 你痛风的发生的概率 因为樱桃里面含飘零的量 是比较少的 而且就是富含花青素 能够提高我们这个肾小酮 对尿酸的一个滤过滤 使得肾小管 对尿酸的重吸收作用降低 有利于尿酸的一个排出 樱桃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车里子 有国产的樱桃 各种各样的 那究竟谁对降尿酸更有效呢 樱桃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车里子 有国产的樱桃 各种各样的 那究竟谁对降尿酸更有效呢 车里子和樱桃 总体在那想半天 到底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国外的研究发现 酸樱桃 也就是我们国产的一种小樱桃 它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更高的 含糖量也更低 所以说国产的便宜一点的小樱桃 反而比更贵的进口的水果 车里子更适合尿酸高 甚至痛风的人群 瓦斯医生 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 这个中医想被您有所了解 那么有没有什么 中医的降尿酸这种方法呢 中医其实非常吸引我 我在来中国之前都听说过 神秘的东方力量 就是中医 今天我带来两个 降尿酸特别好的茶 日常在家中呢 其实是能够泡的 原材料还特别的简单 第一个就是玉米虚茶 玉米虚胃肝性贫 有一定的利润的作用 那这种功能呢 其实可以促进血液中 尿酸从尿液中排泄 从而达到辅助降尿酸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对玉米虚节食 尤其是尿酸节食的患者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另外我们可以搭配车前草 我们取车前草100克 玉米虚100克 瓦斯医生推荐的第一款 能够辅助降尿酸的茶呢 更加适合尿酸不太高的人 高得不多的人服用 那么第二款茶呢 比第一款茶的降尿酸的效果要更强 第二款茶呢 就是冬瓜皮革根茶 冬瓜是胃肝 性凉 龟皮筋 小肠筋 具有一定的利润消肿的一个作用 那么冬瓜呢 属于碱性食物 自身含飘零较低 那食用的冬瓜后呢 不仅不会是自身的这个尿酸升高 还可以加速体内的一个水的排出 从而有助于促进体内尿酸的一个排泄 对降低尿酸能起到一个更强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葛根来跟冬瓜搭配 这头还得按克数算了 冬瓜要100克 那还有葛根80克 那么将冬瓜带皮洗干净 葛根取干货 磨碎成颗粒 煮成一锅汤水以后呢 晾干即可饮用 但是要提示大家 如果你的痛风很严重 还是要及时到正规院进行治疗的 还有一款降尿酸代茶饮 配合这两款代茶饮喝 不仅能够降尿酸 还能够辅助消除尿酸结石 想要了解这三种代茶饮的具体配方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 我们来看这幅名画 其实我们以前看到的 这个欧洲的名画 都是一些雍容华贵的妇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画这个呢 这幅画像是比利式画家 昆丁·马赛斯 在1513年画的老妇人 你看着是不是非常的夸张 嗯 非常的夸张 但是我告诉你 这幅画是一幅写社会画 并没有什么夸张的手法 这位老妇人和教皇 是不是得了同一种可怕的疾病呢 伦敦大学学院 外科学名誉教授迈克尔鲍姆 和学生克里斯托弗·库克 从医学角度分析以后得出结论 画中富人真实存在 只是容貌遭到一种罕见的 佩吉特氏病破坏 佩吉特氏病即变形性骨炎 以最早描述这一疾病的英国外科医生 詹姆斯·佩吉特名字命名 佩吉特氏病通常引起人体骨盆 骨骨等下体骨骼变形 画中富人的颌部、上唇、鼻子、眼窝、额头、下巴、锁骨和双手 都因患病而成畸形 在佩吉特氏病患者中极为罕见 画像画工细致似乎颇费画家心力 豹姆有此判断 画中富人确有其人 而且可能颇有权势 甚至确实是一名公爵夫人 确实很多名画中 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健康真相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健康国际站 据法媒报道 2024年4月4日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历史性法案 旨在禁止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害的 永久性污染物 PFAS 这种被法案禁止的PFAS 是一种强制癌物质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 尤其在厨具 日用品当中较为常见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辩论 和一百多项修正案的讨论后 这项法案最终以186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 尽管这个过程中 不得不做出了一些妥协 比如放弃了禁止在厨房用品生产中使用PFAS的提案 但这一结果仍被视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 绿党议员蒂埃里将这一成果称为历史性胜利 什么是PFAS 为什么会让法国国民议会 以全票赞成的方式被明令禁止 PFAS又叫做全服及多服丸基化合物 具有高稳定和难降解两大特点 所以它一旦进入环境就会永久存在 通过日常生活和食物链不断在人体中积累 因此它有一个响亮的名称 永久性化学物质 在体内这种又稳定又难降解的PFAS 会在肝肾和血液中聚集 与蛋白质结合 阻断细胞间的信号沟通 降低免疫力 从而增加癌症风险 在2017年11月 美国一家大量使用PFAS作为材料的公司 他们的工厂附近的一些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 其中就包括前列腺癌 膀胱癌 乳腺癌 听起来PFAS似乎离我们很远 其实你生活中常用 而且人人都离不开的一种日用品中 就很可能含有PFAS 而且它没有在本次提案中被禁止 它就是不粘锅 不粘锅之所以能不粘 就是因为它特有的涂层材料 特弗龙涂层 特弗龙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 耐腐蚀性 是当今世界上耐腐蚀性能最佳材料之一 但是特弗龙就是PFAS的一种 而且它是一种合成塑料 你看到或看不到的不粘锅划痕 一直在向食物释放有毒塑料 为了表征和量化不粘锅划痕释放的 微塑料和纳米塑料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和弗林德斯大学研究团队 采用拉曼光谱成像 扫描了不同不粘锅的表面 收集光谱矩阵数据 并结合识别算法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成像 进行了综合分析 研究人员选用了同品牌两种不粘锅 新锅和使用两年的旧锅 为了模拟日常使用 新锅使用了不锈钢锅铲 不锈钢勺子和不锈钢夹子进行翻炒 旧锅使用了不锈钢刷和木铲进行翻炒 翻炒加热时间为30秒 结果发现 几毫米破损即可释放 大约230万个微塑料和纳米塑料 细微的小裂缝或断裂边缘 可能包含约9100个微塑料和纳米塑料 最要命的是 这些微塑料和纳米塑料 不会随着代谢排出体外 同时拥有接近6年的半衰期 它会在你日积月累 使用不粘锅的过程中 慢慢蓄积在你的体内 降低你的免疫力 增加发生癌症风险 因此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提醒大家 特弗龙不粘锅涂层在使用过程中 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划痕和老化 进一步释放百万级的PFAS 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更换厨具 一至两年就要换一个新锅 以避免PFAS污染食物 另外在洗锅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热锅冷洗 突然的温度变化会造成特弗龙不粘锅的涂层分离脱落 更容易释放微塑料 所以清洗特弗龙不粘锅的时候 建议热锅用热水洗 冷锅用凉水洗 虽然法国本次提案中 禁止PFAS在厨房用品中的使用被取消 但提出该提案的迪埃里议员仍然保持乐观 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 未来肯定会完全禁止使用PFAS 他还强调 接着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灵人面对面 在住PFAS这样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上 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请不吝点赞订阅